2013年最后一天的上午7点多 宁波北轮交警在沿海中线巡逻时发现 有根交通测速杆歪倒在路上 根据现场的痕迹初步判断是人为所致 而事发地正好有一个监控录像 监控显示凌晨的3点49分左右 一辆吉卡车沿着沿海中线 由南往北行驶到该路段 在离测速仪北侧大约10米的位置 停在了左侧的机动车道上 之后司机关掉大灯 不断地调整角度 最终将测速杆撞倒 随后扬长而去 原来在事发前三个多小时 山东人韩某驾驶上市车 在沿海中线游北往南行驶至事发路段时 因为超速被测速仪拍了下来 为了逃避惩罚 司机想出了撞测速仪的歪招